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这个世界没太平过 联合过从七十年代开始 每年召开 过季的和平会议 邀请这些专家学者 讨论的主题 三十年来都没有改变 怎样消灭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这大主题 开了三十多年会 我先后参加诗词 我才了解这个死诗状况 有没有效果呢 没效果 你看这个社会冲突 频率一年比一年上升 问题一次比一次严重 他不是不关注我 真的关注我 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一参与就了解了 知识 学者专家都是学识非常丰富 不是智慧 知识解决问题是局限的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不能断根 后一阵一大堆 智慧就不是 我们在联合各贡献 很简单 很直接的 向大家做报告 问题发生了 发生在教育 人是教的好的 也是教的坏的 看你怎么教法 那现在这个整个世界 谁教的 古古政府 俗获了 俗获了人文教育 就是说 做人的教育 俗获了 直指导科学技术 这方面发展 突飞猛进 不会做人 俗获了人理 道德 英国的教育 所以才导致 社会的动乱了 才带来地球上的灾害 问题在这个地方 用什么方法来对治 赶紧 把伦理道德英国教育 找回来 就能解决问题 特别是宗教 宗教对这个问题 可以做出 很好的贡献 因为世界上 每一个大宗教的经典 里面都有 很丰富的教材 关于伦理道德英国的教材 很丰富 如果能够召集这些人 真正热心 能够真正做到戏僧奉献 学己为人的 这些宗教家 能够有五六十个人 联合国把他们组织起来 每天利用卫星 网络 这些很好的工具 向全世界人讲述 我相信 一年 天下就太平了 我这样的报告 讲了很多次 天地人也很欢喜 但是 始终没落实 是一而不决 决而不决 现在这个会议 我不参加了 年岁也大了 让年轻人继续去做 所以 再困难的问题 佛法 都有方法解决 是一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